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 G-S 小學堂 今年是 Grand Seco 機械機芯 9S 的 25 週年紀念 那這一集的 G-S 小學堂呢,我們就來聊一下 G-S 機械機芯的發展歷程 以及今年推出的重點紀念款式 1998 年的時候 G-S 推出了 G-S 的機械機芯 算是為他們近代的機械錶立下了一個基礎 那這 25 年來的 G-S 它的發展歷程是什麼? 其實 G-S 這個整個品牌,他們在 1960 年代創設的時候 他們就設下了一個很明確的目標,就是我們就知道超越瑞士的天文胎 所以你看到他們在 1998 年在復活的時候 他們設定了新的 G-S 規格 其實他們所有的目標也都是在針對瑞士天文胎設下來的 像比如說瑞士天文胎的手套說我們的日查要正6-4秒 那 G-S 這邊就是說我們的日查只有正5-3秒 那瑞士那邊講說我們的方位校正的話是五方位校正 G-S 的話我們這邊就六方位校正 但總而言之他們每一項規格的設定的話呢 就是一定要比瑞士那邊再加碼一籌就對了 好,那 1998 年的時候推出的第一顆 G-S 機芯的話呢 是 G-S 55 然後再往後大概十幾年的時間吧 他們針對這個機芯發展出了很多不同的功能或是一些性能的強化 那到最後呢,再把這些強化的東西全部都會收入到他們原本的一個技術機芯 然後變成現在的完成型 他第一顆的話大概是在 2006 年的時候推出的 G-S 67 那當然三日鏈是他最明顯的一個功能的一個提升嘛 可是除此之外的話,他還把原來的自動雙年機構給換掉了 原來的話他用的是金工最有名的 Magilever 可是他這次的把它換成跟勞力士比較接近的雙切換輪 那接下來再過兩年的時候到了 2008 年的時候呢 他那個時候是 G-S 的十週年紀念 所以出了一個紀念版是一個 G-S 55 的特別版這樣子 就用 MAMS 架工的一個特殊的輕鬆輪跟輕鬆叉 他算是一種精密造型的一種方式 他可以讓他的輕鬆輪跟輕鬆叉 就是水上的鏤空就做了輕量化 那除此之外呢,輕鬆叉的末度他做出了很特殊的造型 讓他的儲油可以儲油的更久 對當中的機芯的運作會更順暢這樣子 那到了 2009 年的時候呢,我們推出了十幀種的 G-S 85 為了配合之後正平的增加 他把發條跟U4的材質都換行了 那新的發條材質的話呢 主要是讓那個機芯的動能可以更長 而且扭力也更強 那新的U4材質的話呢,主要是讓他抗磁的性能更好 那除此之外的話,他比較硬 所以他對外界的衝擊的話,抵抗力也比較強 那到 2010 年的時候呢 我們推出一個終極版的機芯 把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那些身體全部集合在同一顆機芯裡頭 那這個就是 9S 65 包含了就是說 9S 67 的一個雙切換輪的自動雙鏈機構 那比如說 9S 55 特別版使用的 MAMS 的一個輕鬆輪跟輕鬆叉 還有 9S 85 使用過的一個新材質的優勢 那就是成了 9S 現在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9S 機械基金的 25 週年 算是 GS 蠻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他們也推出了一些紀念款式 那以今年來說,有哪一些重點的限量款式呢? 其實在今年年初的時候,他們首先已經先推出了兩款 一個雲海面,然後另外一個是日證當中的一個藍面 那今年到了下半年的時候,推出了兩個最新的一個紀念款 好,我們先看有一塊的話 藍白圈的一個 GMT 款式這樣子 其實旋轉錶圈的 GMT 比較快的話 其實雖然 GS 他們蠻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因為他們的運動錶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嘛 可是你去看喔,歷來旋轉錶圈的 GMT 的 GS 齁 其實它很少做機械款式 2005 年開始的時候,其實大部分的款式都做 Spring Drive 而且它機械款式不但少 而且它過去使用的機械款式的話 幾乎都是做實底蓋的 這是第一款用透明底蓋的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面白的話,我們講說是雲海面 我們剛剛提到說,其實在年初的時候 推出的紀念款頁頭 就已經第一次使用過雲海面了 只是那一次的話是銀白色的 那這次的話是染成藍色的這樣子 其實它在雲海面很特別一個就是說 跟我們在看那種股東錶上面那種熱帶面盤感覺有點像 它仍然用的是GGS上面最擅長的 就是用壓制的方法下去做的 如果今天你拿那個放大鏡很靜的下去看喔 你們注意到它每一塊每一塊雲度喔 其實它表面的質感都不太一樣 其實像我們過去講到GGS上面壓制很強這件事情喔 我們主要是在講它壓的深這件事情很強 正好正好相反,它是壓的淺很強 它整個表面看起來非常的平坦 可是我們現在質感又非常的明確 它中間每一塊雲度的那個質感 它那個模具的精度必須要非常的高 以它那個在平板的情況之下 看出來這麼明顯的一個質感的差異 那其實這個意味著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模具啊 它應該其實能夠生產的量是非常的有限 因為它耗損會非常的強 那有可能就是變成說要嘛就是做的量不多 要嘛就是它可能做完一個量之後呢 就要整個打掉重新開一個新模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難得的一個 非常厲害對不對 那第二款的話呢其實是Elegance的 一樣是GNT 只是剛剛那款GNT的話 它裝的是高正品的9S86 那這一款呢裝的是一般正品的9S66這個樣子 那這款的全藍面的話 它其實抓的可能就是一個日震當中的一個天空 一個全藍的一個異象在 那像這一款的話 我們現在把它分類在初代的可行嘛 你可以注意到很明顯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它的中殼跟它的錶耳機結構是獨立的 不像一般我們講到DECO STYLE的時候 它整個錶耳裡面的話 它是連續的二次元曲線這樣子 那除了之外我覺得其實有個蠻細的地方 也是蠻少人注意到的 你看它導角在中間有一段時候 多磨了一個多出來的導角 它看起來像是個星月的一個形狀 很特別 別的不說其實GST自己初代的時候 並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多磨了這一道的好處就是說啊 比如說你在大概45度看下去的時候啊 它會是很漂亮的那個弧線 可是如果拉到底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它冷角又出來了 它是非常特別的一個曲線結構 那我覺得說其實他們在 算是像初代致敬的一個可行裡頭 加入這個筆觸的話 我覺得算是跟純粹的複刻之間 拉出一點距離 就加入一點現代的做法進去 我覺得是蠻好的一個做法 那最後我們來加碼聊一下就是 同樣也是搭載9S機械機芯的台灣限定款 因為去年GS推出了他們品牌獨立之後的 第一款台灣限定版 那今年的這款台灣限定版算是第二款 那它在設計上面有哪一些特色呢 其實他們就是選擇這個面盤的話 他們把它定位成說這個就是古語面 古語的話其實就是24節機器中之一 就要選擇了一個就是看起來很春天氣息的 一個有藍色有綠色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除了之外如果你近看它的質感的話 它質感這次用的其實算是之前那種織紋面 那它是把它打斜著放 所以變成說你看那個織紋斜斜的這樣走過去的時候 就很像春雨連線這種感覺 其實都會回應到它一開始古語的這個主題 值得一提的其實是它的顆星 因為它最喜歡用的是62GS 那62GS其實我覺得就是GS幾個顆星當中 一樣是非常被冷落的一個 因為它不像40GS 40GS那時候在2013年第一次復刻 然後復刻完之後其實它沒幾年 它就變成是一個Regular的系列 可是問題是62GS那個時候是在2015年復刻的 可是它那一年復刻完之後就沒消息了 一直到大概前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退出美國的四季限定款的時候 他們再重新把62GS的顆星又拿出來啟用這個樣子 所以它基本上它出現的頻率 比起其他的顆星來講的話 仍然是相對少了很多 好那62GS其實它之所以會這麼罕見 我覺得其實跟它本身製作有一些關係 它在GS的所有顆星當中其實算是非常特殊的一款 因為第一個它是所有GS從古至今唯一一款沒有錶圈的 中殼上面直接就安裝了錶圈 因為我們知道說當年的62GS 它在1967年推出的時候 它是當年第一款自動上鏈的GS 那你裝自動上鏈機芯的話 就意味著研究說你的機芯厚度比較大 所以變成說你要想要把在錶殼留透一些空間 所以它這裡把錶圈拿掉的話 就是讓面盤跟錶鏡之間的距離可以稍微再更近一點 那相對的話錶殼內部的空間就變得比較大一點了 所以就可以把自動機芯裝進去了 除此之外你看它錶殼的線條其實也很特別 它的其實它的整個切面比一般的GGS都非常的多 它除了就是我們一般看到的正面 側面斜面之外 它還有內斜面 那除此之外它錶殼的模糊 又切了兩刀 所以它整個看起來 它零零夾角非常多 我覺得是很有肌肉感的一個造型 這個樣子 那像這樣子的造型的話 其實特別是一回事 可是除此之外它一定會變得比較難做 因為它整個一樣是用Zaras跑工下去做的 所以它製作上面的難度也相對的高很多 這我覺得可能也是為什麼 它自從2015年復刻過之後 之後它就始終不太願意繼續出的關係 就是因為它太難做了 其實可能量率很低 對 所以反過來 今天如果我們從一個購買或收藏的角度的話 我是覺得你只要看到62GS其實買就對了 因為它非常罕見 其實非常收藏的價值